立法院的魏環會在今天舉行了專案報告 而由國民黨的立委王玉銘擔任主席 那是因為王玉銘他日前才辭去了兒福聯盟董事的職位 這就引起了民進黨立委黃壽芳以及林月勤的不滿 在現場拿出了手板 直指王玉銘是只逃避不迴避 要求要換主席 而現場藍綠的委員呢是瞬間炒成了一團 像吳思瑤還有徐巧欣一度發生了推擠 雙方是吵到了9點40分才正式準備開會 可以嗎 國人拍得下去嗎 吃飯島在支付行會服務上 我有會議局問的權利 我有會議局問的權利 你有會議局問的權利 我沒有執行 我有會議局問的權利 沒有會議局問的權利 沒有會議局問的問題啦 如果我選擇了 你會收敵 我會收散重心 不會不會 沒有都要出局 不要辭民 不要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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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問 你不要問 你就不要問 你不要問 終於坐下來開會之後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他們今天的開會內容是什麼 這個虐頭案可以說是震驚全台嘛 原本呢衛福部日前提出的檢討報告只有兩頁 就被外界痛批說根本就是態度敷衍 那衛福部呢今天在立法院他們就提出了新版的報告 從兩頁增加到了五頁 並且呢提出了九大的改進行為 那衛福部長薛瑞源就在這一份書面報告當中表示 我代表衛福部為這樣的缺陷導致一條生命的事去 向家屬和社會大眾道歉 衛福部長薛瑞源日前針對一歲男童凱凱遭保母虐死案 說地方政府不必什麼事都請示中央 並提出僅僅兩頁的書面報告遭外界炮轟 今日衛福部終於把報告改成五頁 原本堅持不道歉的薛瑞源也終於低頭 把道歉放在檢討報告的最後一點 但理由是衛福部督導不中 因為本案是重大額虐案件 地方政府無需請示中央 衛福部人員不應該以確認機關內部分工優先的思考處理 中央及地方相關人員處理態度偏差 所以向社會大眾致歉 責任大家可能都跑不掉 但是各自要去承擔的責任和內容是不太一樣的 衛福部在報告中檢討新北市社會局 沒有把凱凱的情況通知台北市 台北市也沒有家常訪事 更指地方社會局處不熟悉 有兒專科醫師制度 錯失醫師可能發現額虐的機會 接著寫到地方社會局處分工方式 並非中央政府權責 應該要有明確的分工機制 檢討完地方政府 衛福部接著檢討社工及兒福聯盟 表示兒福的社工訪勢不踏實 兒福向收養家庭收取服務費 也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並且兒福可能缺乏照顧資源 未來出養的評估 應該由地方政府負責 立法院未還會今天舉行社會安全網推動情形及 側禁作為的專題報告 那衛福部長薛瑞源也首度代表衛福部向社會大眾道歉 面對立委質詢說他是否願意親自向男童的家屬道歉 並且安慰呢 薛瑞源也馬上回應這個沒有問題 本案的發生其實並不是背內的流性兒童 被社會安全網漏接 而是已經接入到這個社安網 卻仍然發生憾事 表示說社會安全網本身存在著設計規劃 或者落實執行上面的缺陷 因此今天藉這個機會我要代表 衛生福利部為這樣子的缺陷 導致一條生命的失去向家屬和社會大眾致歉 不知道部長如果在沒有媒體關注的狀況下 你是否願意親自跟這位小男童的家屬道歉並且安慰他 還有提供後續的安置還有你後續的做法呢 這個沒有問題 是 謝謝部長 虐童案件引起社會的公憤 而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發起了虐童致殘加重刑責 虐童致死者唯一死刑 14日就通過了2萬人的連署門檻 目前正在等待相關機關的回應 而法務部長蔡清祥在今天上午回憶 他說殺人故意者依照現行的刑法 本來就是可以依照殺人罪來處以死刑 至於虐童是否是有殺人的這個故意呢 要看每一個案件的情節來辯論 而民間的意見等到進入立法的程序之後 再來討論以及溝通 虐童如果有殺人的故意啊 依照現行的刑法 本來就可以依照殺人罪啊 最高處於死刑 那至於虐童本身 他到底有沒有殺人故意啊 要看每一個案件的情節來認定 唯一死刑跟得處死刑 大家的期待還是不太一樣 那你怎麼看這個新的連署案 民間的意見 我們可以等待在適當的 進入到立法程序的時候 大家可以理性的來探討來溝通 謝謝 凱凱當初遭到流性保姆虐死 引發社會怒火 而當初沒和這名保姆的兒福聯盟 也成為了眾矢之地 那兒福聯盟的執行長白立芳 昨天呢他在給同仁的信件中就證實了 他說自己已經在董事會的要求下辭去了執行長一職 根據CityOne報導 白立芳表示 原本想要陪伴同仁走過這一次的風波 並且說認識他的人都知道自己全力支持社工 如同做服務的時候 一定會站在服務對象那一邊 但遺憾的是要在此畫下了句點 因為自己媒體危機處理 做得不夠好 遭到董事會希望他辭職 白立芳表示 雖然帶著很多牽掛 就這樣放下工作三十多年的地方 但相信兒蒙的人會有莫名的感情 即使離開也會放在心上 白立芳強調 自己願意以外部專家的名義 出席專案處理委員會 也會一路陪伴相關的同事 希望這個案子能夠圓滿落幕 而他也說 尚有不足 但是自認已經盡力了 沒機會當面道別的同事 世界很小 有緣會在不同的地方見面 兒蒙執行長白立芳遭董事會要求卸下職務 不過此舉卻引來了內部員工的不滿 有上百名員工是聯署 請把白立芳執行長還給兒蒙 而更批董事會根本就是提油救火 甚至還點名 先前召開記者會時 失言的董事長林志佳 才應該請辭 兒蒙執行長白立芳 昨日給員工的內部信被傳出 內容提到 由於在媒體危機處理的過程 做得不夠好 董事會希望我卸下執行長的職務 不過白立芳遭卸下執行長一職 此舉重創了兒蒙的內部士氣 由員工發起聯署請把白立芳執行長還給兒蒙 聯署文中提到 當董事會要求執行長卸除職務 我的基本信念被動搖了 這個組織並不是可以保護員工的組織 今天要求執行長卸除職務 以示對事件的負責與檢討 難保哪天我所主責的案件 業務若有失責 我可能也會被要求離職以示負責 還有人點名兒蒙董事長林志佳 先前在記者會失言甩鍋謝澤才應該請辭 據了解在短短幾小時內 就有上百名兒蒙員工加入聯署聲援百立芳 這個部分的確是設定的 詞維持在短短幾小時內 幫助長,按摩 developer,按摩 打開